你知道什么叫认知失调吗 举个例子 课堂上数学老师问 A和B这两个图形 哪个是三角形啊 这不送分题吗 你举起手就要描选B 可就在这时 偏偏有同学自信满满选了A 而且还不止一个 看着此心此景 你迟疑了 你害怕了 于是轮到你时 你推翻了自我认知 选择了跟风选A 当人类的行为 和周边的环境有所不同时 就会变得焦虑不安 这样的行为在心理学中 就叫认知失调 懂得这个概念后 我们再看看这个老头 此时此刻 他就遭遇着这样的心理问题 他朋友两亿日元的现金巨款 为了财产安全 他把钱都锁进了保险箱里 以为这就稳了 可谁知 有个乍结师就当着他面说 他不用亲自动手开箱 就给轻松把老头的钱都抢走 看着对方一脸自信的神情 也不知是真是假 渐渐的 老头开始认知失调了 他变得焦躁不安 神经紧奔到了极点 开始举着棒子高呼示威 最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拉了一大堆大铁链 直接把这烫手的保险箱五花大绑 上了一层又一层锁 他就不信扎吉斯能带他合 接下来 只要再等两天 静静等着主办方上门收钱 这场抢钱游戏 老头就赢了 到时候 上亿的奖金就到手了 游戏结束前的最后一晚 老师收到了主办方的卡片 上面写着 明天下午五点来收钱 游戏结束 同样的 扎吉斯一方也收到了相同的卡片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他们的胜率几乎为零 确保柜子没事 最后五小时 傻妹已经快坐不住了 而扎吉斯依旧神色凝终 一言不发 倒计时最后一小时 胜利就在眼前 老师开始打起十二分精神 最后十分钟 傻妹再也憋不住了 只问扎吉斯 大哥 你不是说你稳赢吗 你不会真就只是在装杯吧 终于对方起身了 但请不要多想 他只是往浴潭里撒点石 眼看着马上就要负债一个亿 傻妹心态崩了 跑到老师门前大哭 祈求对方还她的那份 可握心长胆大半月的老师 等的可不就是这一刻吗 他一把推倒傻妹 毫不留情地关上大门 紧接着倒数着胜利的来临 三二一 时间到五点到钟准时响起 这一刻 老师卸下所有戒备 兴奋的手无主导 难道游戏真的已成定局了吗 与此同时 门铃响起 事务局的人来了 而这成分已久的保险柜 也终于再次现身 接下来就是清点数额了 老师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 回想起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子 被学校开除 被同事议论 被妻子视为废物 提出离婚 现在 她终于有钱了 她兴奋地笑出猪叫 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眼看一小时就要过去了 工作人员却还没有清点好 就在这时 门铃再次响起 老师骂骂咧咧前去查看 而屋内的清点工作也正式结束 而来人不是别人 他们也是事务局的人 老师兴奋地说 不用来啦不用来啦 你们的同事都已经数得差不多了 一时间大眼瞪小眼 女管事连忙解释 陪收负责人一共只有三名 全在这里 哪还来的其他人啊 看着面前严肃的三张脸 老师这才后知后觉 连忙奔向屋内 哦吼 绝了 乍棋师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 原来啊 刚刚的工作人员 是乍棋师请来假冒的 现在呢 钱又都回到乍棋师这边了 老师肯定不服啊 说 你们都超时的才拿到的钱 有个锤子用 边刷还边指着卡片上的时间 可仔细一看 诶 不对啊 原本不是说我的五点吗 怎么上边变六点了 哦吼 那这就是乍棋师的究极大招了 其实啊 真正的卡片 已经被乍棋师掉包了 早在一周前 卡片就被投放到了各家的信箱里 可这老师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就连信箱也一周只看一次 就是抓紧了这一空档机会 乍棋师调换了卡片 接下来 乍棋师要开始细节装备了 他说 当他得知主办方联系玩家 不靠电话 也不靠传真 而是靠寄卡片的行事时 他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自随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 还有撂下各种狠话 为的就是 不让对方离开房间半步 等的就是回收的这一刻 当对方紧奔的神经放松下来 那么防备的概率 基本等于零 而这 恰恰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最后 在老师绝望的咆哮声中 乍棋游戏的第一关 落下了帷幕 按照规定 事务局回收走傻妹的一亿日元 而老师的那份 则作为赏金留给傻妹 接下来 就是两位队友55分了 一人5000万日元 相当于290万人民币 没滋滋啊 可看着穷途末路的昔日恩师 他哪里还还得上一个亿啊 于是 善良的傻妹 终究是动了恻隐之心 他是日本第一傻白田 在被自己的老师骗了一个亿后 他收账5000万找的名诈欺师 好不容易才把钱要了回来 可以想到老师是因为负债 迫不得已 才对他进行的欺诈 他又于心不忍 果断把自己身上的5000万 全部捐给了仇人 看到这里 我是觉得这妹子挺傻的 不过嘛 有些男人就是喜欢傻姑娘 比如炸气师 他竟也傻傻绝联了5000万 选择战队傻妹 并且还傲娇嘴硬道 不管怎么说 至少这场炸气游戏算是结束了 啊不对 准确的说 应该是第一关结束了而已 画面一转 又是熟悉的丁老头 这一次 摆在傻妹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一 继续参加第二轮游戏 二 选择弃拳 可以弃拳 还有这等好事 当然 这是有条件的 一旦选择弃拳 那就需要返还地轮赢得奖金的一半 也就是5000万日元 哦吼 这就尴尬了 赢得那一亿 已经全给老师了 哪有弃拳的资格啊 那如果两个都不选会怎样呢 那就更简单了 主办法会采用一切手段 去收回地轮赢得的所有赏金 也就是一个亿 这时候 也不只是在威严耸听 还是在温馨提示 不管怎样啊 炸气师都让傻妹 不要再理会这个组织 不然会越陷越深 最后 他留下了电话 扬长而去 可第二天 傻妹怎么都打不通他的电话 再不做决定 就真的来不及了 正当傻妹起身刚要去找他 你说巧不巧 之前介绍他去找炸气师的 那位阿蛇刚好路过 这一次 他再次给出建议 与其选择无视 倒不如直接去对方老家 警告他们 你们在家我就要生气了 这种所谓弱又强食 你越是单纯怕事 他就越是猖狂 为了给傻妹壮胆 阿蛇还承诺 陪他一起去 这样有了警方的介入 主办方也不能把傻妹怎样 与此同时 回过神的炸气师 轮到他联系不上傻妹了 家里没有人 电话也打不通 以我多年看日本片的经验来分析 这种时候不出意外 马上要出意外了 面前的这栋别墅 就是日本炸气游戏的基地了 女主傻妹带着一位警察过来 宣誓主权 说要断了他们的脑巢 你管是愣了 警方 哪来的警方 傻妹也愣了 这不在这吗 再回过头来 女管是皮笑肉无笑 我个人的组织是巨大 我个人的组织是巨大 我个人的勇气 我个人的勇气 哎 没办法了 既然没钱还债 傻妹也只能继续游戏了 在正式进入会场之前 女管是交给傻妹一个胸牌 还签订零万嘱咐 这玩意儿非常关键 一定要带好了 接下来 随着会场大门的开启 19号游戏玩家 傻妹 正式进入炸气游戏的第二轮 而这里则汇聚了第一轮的优胜选手 哥哥看起来都跟人惊似的 与女主这傻白天形成了巨大反差 当一个小白兔误入狼群 下场可想而知 而就在这场无血型的杀戮开始之前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一只真正的小野狼进入会场 嗯 炸气是来救场了 至于他是怎么有资格参赛的 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随着会场大门的关闭 至此 现场的22名玩家 将共同进入到第二轮游戏 和上一场一样 现场每个人手头上 各持主办法已发放了一亿日元 而本轮游戏玩法升级 将不再是争夺现金 那一亿日元呢 也被胸牌上的三颗拉德赚代替 一颗就价值一亿日币 而第二轮的游戏大规则是这样的 22名玩家争夺这22亿 中途被淘汰的玩家 需退场 且上交胸牌 也就是说啊 游戏过程中 人数在不断减少 而场上的金额 会一直保持不变 最后的赢家 就可以独占所有赏金 由于兑换赏金 需要上交自己的胸牌 所以本轮最高赏金数额 为21亿 这时有人就要问了 赢了有21亿 那要是输了呢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惩罚啊 只不过 需要归还一开始发的那一亿 也就是说啊 本轮游戏 要么就是风风光光 赢个21亿回家 要么就是背负一亿的高额债务 毁其一生 大规则已经明了 具体游戏该怎么玩呢 小数学什么意思 相信大家在不陌生竞选投票吧 少数服从多数 是目前社会公认的规则 社会上 小众的那部分人 永远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这就叫多数诀 而少数诀 恰恰相反 简单点说 这场游戏 就是玩投票 不过呢 比赛的规则是 多数服从少数 以上就是炸奇游戏第二集 好了 不多说废话了 我继续赶下一集去了 别忘了点个星星和关注 更新的也能第一时间看得到 我是艾波罗 我们明天见 如果您喜欢本集视频 请点赞和关注哦 谢谢